台湾原住民土地不能卖给非原住民却可以给汉人用,应比照党产条例转型正义全面撤销元宝的假买卖,一切自始无效 12月22,2021,原住民电视台族与新势力播出泰雅族达巴斯他回多各部落指数的故事 采访中他说他看到许多原住民卖自己的土地,但原住民保留的开发管理办法限制仅原住民能使用 为何非原住民能使用,白浪拼命盖温泉饭店露营区捞钱,为何政府不管 民进党政府不是一再强调台湾的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图片说明,原住民电视台族与新势力播出泰雅族达巴斯他回想看到许多买卖土地广告而有感而发 图片说明,原住民电视台族与新势力播出泰雅族达巴斯,根据报道者The Reporter记者化身采访,原保的假买卖一条龙手法大揭露 目前非原住民透过假买卖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其手法为 1,透过原住民假人头买土地 2,在土地他向权利的部分,设定抵押权位买入价格的2倍以上,确保买主权益可以优先获得补偿,且设定金额高于购入土地,避免人头原住民轻举妄动 3,去法院公正租任契约,租其20年到30年,即使土地被私卖,依土地买卖不破租赁,人可使用,且租约长达20至30年,不会被赶走 事实上,监察院也注意到此事,目前有个案子是苗栗县某议员及其家人,涉嫌大量取得坐落苗栗县泰安乡横龙山段222的号等40余比原住民保留的,部分并出售温泉业者,谋取不法利益等,该等土地多属山坡地保育区内农木用地或林业用地,已遭人不当新柱搏砍,新币道路等不法开发行为,原住民的土地已经成为非原住民赚钱途径,非常荒谬 根据原住民保留的开发管理办法第三条,原住民保留地,只为保障原住民生计,推行原住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山地保留的及经一规定划编,增编供原住民使用之保留的,现在被一次性地卖掉,对价如图所示,千坪乃至几千坪才几百万,然后永久地剥夺原住民的生存根基,合理吗? 图片说明,原住民电视台族与新势力播出泰雅族达巴斯他回乡看到许多买卖土地广告而有感而发 基于此,报道者提到2016年台东地方法院有一场关于原保的透过人头转卖并设定抵押权给非原住民经营民宿的民事诉讼,法界看法分成两派,一派认定触犯三保条例与原开办法,因一民法第71条认定交易无效 另一派则认为此事属于私人间的契约,依照民法的契约自由原则,原保的抵押给非原民人属有效 由于争议过大,2019年最高法院提案到民事大法庭裁判,成为民事大法庭首例云云 我看,还不如用转型正义的角度,一刀切下去,彻底解决,根据试字第793号,当时党产条例有涉及宪法保留,权力分立原则,平等原则,法律明确性原则及比例原则等宪法上重要原则而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停止诉讼程序 向司法院申请解释宪法,793号解释最后认定党产条例核线,解释文提到中国国民党事实上长期利于主导国家权力之绝对优势地位,从而原因随宪法施行而结束之党国体制,得以事实上延续 同理,把原保的假买卖放到转型正义的概念来看 非原著名事实上长期利于主导台湾国家权力之绝对优势地位,从而原因随转型正义概念施行而结束之体制,得以事实上延续 就像蓝宇的低阶核废料从2002年说要迁移至今,将近20年,动了吗?蓝宇核废料主存厂,图联核报系资料照片,非原著名协其经济优势大举购买原著名土地,根本不公不义 不让原著名有办法妥善利用原保的,也没有积极的经济辅助,光给土地有何用,然后非原著名利用政府带多为积极立法的漏洞持有土地,当然必须被转型正义 促转条例指追究威权统治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止之时期,那是因为现在民进党执政,已改朝换代所以可以轻松动手,但属于原著名真正当家做主的时刻却始终未来到 所以蓝宇的低阶核废料没有被处理,原著名保留的也就这样被假卖卖了 如果台湾政府不积极处理白浪,非原著名大量假买卖原著名土地的问题,有朝一日,正版的转型正义还是不能放过 Blackjack 2021年12月22日,调查报告,一,暗游,拒诉,苗栗县某议员及其家人,涉嫌大量取得座落苗栗县泰安乡恒龙山段222的号等40余笔原著名保留地,部分并出售温泉业者,谋取不法利益等情,就苗 我是一树一树活动的发起人,然后我叫雷萨达巴斯,是我泰雅族的名字,雷萨达巴斯 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做了第六年了,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是在我的部落,在马胎,在尖石乡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其实是,也是我六年前回到部落之后,然后发现其实很多人在卖自己的土地 然后年轻人也外流,然后老年人也没办法耕种,年纪大了,然后土地也不值钱 然后我就在想,什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土地更有价值这件事情